Hello 大家好 今天的这期视频是一个虚心求教视频 因为上期的视频发出之后 除了引起了一波回忆沙 还有很多人的关注点在于 我化的妆不太适合我这上面 如果很多人说我两个眉头之间隔了一个太平洋 还有人说啊我眼具好宽 还有人说啊是不是美瞳改大了 我先一一解释一下 我不是不想化眉头 但是我眉毛前面这边就没有长毛 我巧妇难为五米之吹 我没有毛我怎么化 我知道很多美妆博主非常厉害 可以徒手用眉笔或者其他产品化出眉头 但是我没有这个手 还有就是我眼具宽的事情 我也知道我小的时候一直戴眼镜 所以可能看不出来 我上大学的时候第一次尝试戴隐形眼镜 我摘掉眼镜看到镜子里我的那一刻 我第一反应就是啊镜子里的这个人 长得好像一条比目鱼 所以我也知道我眼具宽 但是我没有勇气去做开眼角手术 我把我的两个眼睛距离弄近一点 所以就这样吧 反正这是我爸妈给的 还有人说我是不是戴了直径太大的美瞳 我也很想戴美瞳 但是我人在欧洲 我已经很久没有回国了 欧洲根本买不到美瞳 我也非常想回国去囤美瞳 我现在都戴的是透明的隐形眼镜 好说完了 今天在镜头前面呢 我就要完完整整的按照我平常化妆的顺序 化一遍妆 也恳请各位姐妹不要手下留情 不要嘴下留情 各位姐妹可以尽情的在弹幕和评论里留言 告诉我哪一个产品使用方法有误 哪一个步骤我做的有问题 我真的非常希望提高我的化妆水平 先谢过大家了 第一步我一般先会喷一个这种保湿加定妆二合一的喷雾 应该是这样喷对不对 因为我的皮肤属于稍微偏干一点的中性皮 所以喷一点这个保湿喷雾 根据我学的美妆教程 它是可以有效地防止后续的底妆起皮 上完喷雾之后第一步应该用遮瑕对不对 我知道遮瑕不能用太多 要先在手上挤一点 把它推匀了之后再一点一点拍到黑眼圈这里 要不然直接上脸的话会很厚重 对吧我应该没有学错吧 我脸上主要的瑕疵就是我的黑眼圈 还有有的时候额头上的一些闭口或者痘痘留下的痘印 哎呀是不是太白了 那我再再再再多拍一会儿 好像是有点效果和这边比 我最近学到了一个新的知识点是嘴角这边 和法令文这里要提一下量 这样就可以显得整个人的线条都是往上走的 我为什么要用手而不是指腹刷 我就买的时候只有芯在打折 壳是原家 像我这么coast的人 就只买了打折的芯一直没有壳 把鼻子这样扒开 是不是鼻翼比较容易拍的服帖一点啊 哎呀好白 我的底妆已经上好了 我一般是再喷一遍定妆喷雾 然后再上散粉 夏天用这种三明治定妆法 定妆效果会好一点 即便是出汗爆热也不会破坏底妆 是这样吗 散粉我一直用的是Bobby Brown的这个 也是打折买的 沾一点散粉在盒子上 把它这样抖开 我上散粉一般都是用这种超大的刷子 这个也是在淘宝上买的 又便宜又好用 不能打圈对不对 是要这样这样戳戳戳戳戳 让这个粉均匀地铺在我们的脸上 我也是从面中会上到脸的四周 然后四周为了定妆可以这样戳戳戳戳戳戳 我自己来一点 柔胶的效果还可以 上完散粉 我一般是先上一下腮红 提个气色 我上腮红 就是用Benefits的这个 因为它有一个怎么画都不会失手的蒲公阴色 我用的是这个点彩刷 也是看一些姐妹种草 用这个刷子上脸 它不会容易结块 上的眼睛瞳孔正下方 鼻子最底端的上面 因为我想显得我有气色一点 而且我的中挺比较长 所以我希望把我的中挺缩短一点 我看有一些美妆博主的教程 就是打在这里打圆一点 会显得中挺比较短 我也不知道让对不对 各位姐妹们 我诚心求教 下方鼻头 额角 这是我看小猪姐姐每次上晒红的方法 稍微有点气色了 接下来一起来画眉毛吧 我看看今天能不能给我画出个眉头来 我一般都是用眉粉选两个稍微深一点的颜色 站一站 从后面开始画 然后往上慢慢晕染 我的眉峰一般都选在这条线 然后往前一点 因为我希望让我的眉眼稍微往中间集中一点 对因为我知道我的眼罪很宽 很像比目鱼 眉头我一般都是刷一个浅一点的颜色 我也都是从底部开始往上晕染 是不是眉头和眼角前面对齐这样比较好 我今天拿了一根颜色比较淡 不容易失手的眉笔 看一下能不能画出眉头的这种毛流感 好像还可以 这样算有眉头了吗 好像还不错 自我安慰一下 接下来我一般会用一个透明的眉毛衣 这样可以让我的眉毛支吻起来显得多一点 但有的时候我涂在会蹭到底下已经画好的眉毛 这个力道真的好难掌握 第一次眉头画这么紧 会不会觉得有点凶 接下来我画眼睛 我用了这么多眼影 目前觉得最不容易出错的就是 Charlotte Tilbury的这个Pillow Talk 因为它颜色都很淡 我想今天试一下我昨天现选的一个美妆技巧 是用淡淡的棕色 给自己制造一个假的眼窝 这个颜色 画在眼头 然后再往后推 连接下眼瞼 往上飞 这样可以让眼睛都成一个上扬的趋势 是这样吗 我好像黑化后的甄嬛 有效果吗 在镜头面前感觉眼眶骨是往里推了一点 然后我再上一下这个粉色 这个烟粉色我最常用来画下眼影的 因为我没有什么卧残 活了这个烟粉色可以在视觉上给我制造一个假的卧残 进一步缩短我的中体 嗯就是这样 然后我会用这个珠光亮片色制造卧残的高光 然后再用一个扁刷 蘸点棕色做出卧残的阴影 没有卧残的人要画假卧残 好难哦 好羡慕那些天生就有卧残的姐妹 再涂一点这个亮片色 进一步强调卧残的高光 我的眼影差不多就画好了 好夹完就是这样 然后就是画眼线 先画个内眼线 画完是会比没有画稍微有神一点 我昨天看到一个姐妹说 在下眼瞼的后半端画一点 可以有放大眼睛 眼瞼下质的效果 所以我也来试一下 还是会画到这里 然后再稍微晕染看 哇一下显得哇妆好浓哦 要是不是自然一点 接下来来画眼线 把眼睛拉开 把眼角拉开 这样容易操作一点 然后画一个小的三角 接下来就涂个睫毛膏 涂的时候要Z字形 这个我知道 我一般会把中间涂的长一点 让显得我眼睛圆一点 涂睫毛膏的时候 每一次都要屏住呼吸 凝住气 生怕涂到眼皮上 好涂好了 我不太会用高光和修容 所以这一步略过吧 涂个口红吧 涂一点在底下抿一抿 然后拿出我的唇刷 美妆教程是说 可以更精确的控制 颜色 覆辙在哪里 尤其是可以画唇峰 像我这张嘴比较凸的 是不是其实不太适合画唇峰啊 这样会显得我嘴更凸 所以我就只能把上唇 稍微画厚一点 这样缩短我的人中 好 画好了 大家看一下 就是这样 今天有眉头了吧 然后各位姐妹 请你们不要吝惜你们的建议 我非常诚心的求教 请你们告诉我哪里画得不好 哪里可以改进 这样争取 之后每一次我出镜的时候 能带着漂亮的眉毛 还有眉头 再给大家拍视频 好吗 好 今天就是这样 拜拜 我在评论区和弹幕里等你们哦 我们下评论区和弹幕里等我们下评论区和弹幕里等我们下评论区的